我们我所上课的这些sample 直接用在工作上面 那稍微再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这个快速分类到底 我把它编辑一下 按下编辑之后的话 那字型也再把它放大一下 选项里面的撰写风格 里面 大概14号字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大概做哪些事情 其实上面都有相关的注解 简单 简单再复习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 呃 主要是从一开始复制 工作表 其实这个复制工作表的动作呢 就是我刚刚做的按右键 把这工作表复制 那复制的话你会发现的就是两行 也就是先怎么样呢 点选选取这个 问题9 那当然这个名称如果说将来这个不是问题9你可以自己再改 并且怎么样呢 把这个新的工作表copy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是用before 如果你要copy到后面的话 你用after就可以了 好这边其实可以修改 然后在哪边呢 再去词 1的话就是在 第一个工作表 那工作表的编号是从1开始 123 那before就是在第一个工作表前面就表示说它是其实就变成第一个 那原来第一个就变成第二个了 OK 那移除重复的话呢 那移除重复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 也就是针对哪一栏去做移除重复 所以你这个数字你要算准的话 基本上 将来很快就帮你移除重复 就会有个清单的 你就可以针对那个清单 去做移除重复的动作 那再来的话就怎么样呢 新增一个工 就是再来我们不是会有个清单 有清单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再新增 某一个业务 这应该是业务的工作表 那新增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筛选 再来做全选 全部复制 再把它贴上 那这几个步骤呢 最后再自动调整栏框 刚刚做的动作呢 其实都是有条理的 那你们将来在 自己在建那个聚集的时候 尽量就是先 把那个动作彩排一下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 你在做动作之前 录聚集之前 你要先把那个步骤 最好把它写 有步骤有条理的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呢 你就知道做什么 录下来的东西 你就很清楚 到底录了哪一些程式 其实说真的 你多录 这个有点像 练功一样 你的功力会提高 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录 反正每天录 录久了 然后你又知道说 那个步骤 哪一个动作 对应到哪一段程式吗 哪一个动作 对应到哪些程式吗 那哪些 哪些参数会更改 哪些参数 其实你录久了之后 我跟你讲 大概就差不多了 其实都是 差不多是这些逻辑 会有需要 需要了解 就是我们一直重复的 就是 就是说 你要跑一个回圈 回圈从哪边 到哪边 因为 你做动作一定是 连续的动作 你要做几次 大量的 对不对 重复性的动作 就是利用回圈 去帮我们做 所以呢 回圈里面 我们讲最多 就是for回圈 那for回圈一定会有个 一个头一个尾 所以呢 你这边for 2 到x x就是 我前面这边有个清单 你跑出来清单之后 2到 看有几个业务人员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 Range 这个前面讲很多 就是 那个 那一栏的 第2栏 第2列以后的 就是会知道说 到底有几个业务人员 从弱里面去取得 然后跑完跑完 最后再怎么样 删除 有没有这个最后 没有了 要把那个 后来